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俩点了半井幼龙 一份鱼香脆皮豆腐 一份赛螃蟹好一碗咸饭 然后假设我们两个人的产剧呢一共八十 产剧呢是一块钱一份一个人 我跟小伙伴点的菜已经上来了 看看这幼龙多耐人 看一下这幼龙 哎 味道没变 还是老味道 嗯 就是这个味道很接近小时候的味道 就是基本上是跟幼儿园的味道差不多 然后呢 这个幼馅的油脂呢 渗入到这个面皮里 越吃越香 这幼馅里面呢 还有葱 有这个真正的葱香 葱香和这个幼香 香融合 带有这个咸咸口 呵 越吃越香 就是有一点不足啊 就是它这个表皮血微有一点点硬 就应该是只先做好之后再烫的 然后呢 22块钱搬进呢 血微有一点小贵 但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味还是挺不错的 下面咱们来尝尝这道赛螃蟹 天津甲肠赛螃蟹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瘦油 然后跟鸡蛋 一块整这鸡蛋梗 整好之后呢 然后折成这个散合油 这散合油里面还得放点酱 哎 这散合油是什么样呢 就是粗 酱油 还有香油 看一下啥叫 这赛螃蟹 他家这赛螃蟹呢 就是用这个肉馅 还有鸡蛋 整个鸡蛋梗 整好鸡蛋梗 甲油散合油 然后散合油里面呢 还有甲油适量的酱末 小的时候在喽喽家 喽喽常常给我做散螃蟹 哎 不是香 不是螃蟹 酸是螃蟹 现象现象 你说这瘦油给他挤蛋 你说哎 它就要这个像螃蟹的味道 都根 哈哈哈哈 主要我觉得啊 这散合油很关键 再放点这个酱末 呵 一吃啊 这个鲜味就出来了 这家这个赛螃蟹呢 就是整体来所害 原来的味道 就是吃到最后血有一点点鲜了 哎 其他的猫并没有 好 这道鱼香脆皮豆腐呢 是内脂和豆腐 切成块 给它蘸上一层呢 淀粉 然后过油炸 炸好之后呢 盛入盘子中 然后呢 炒这个鱼香汁 然后把这鱼香汁呢 叫上 这道鱼香脆皮豆腐就做好了 看一下这豆腐多耐人 他家这个鱼香脆皮豆腐呢 还是我那吃的味道 就是比之前血味添了点 但是这口感啊 棒棒的 外素里嫩 哎 挺好 看他家这鲜饭 他家这鲜饭呢 是猪幼莫的鲜饭 还是之前他家的老味道 这鲜饭的味道呢 虽然就是相对比较清淡 但是呢 吃完之后呢 暖得活活的 然后吃着不舒坦这个感觉 鲜饭的鲜饭要骂讲究呢 就是跟细饭不一样 鲜饭的这个米粒呢 不能煮烂了 那特别饱满 但是呢 你吃是这种软的 哎 这叫鲜饭 小伙伴们 我跟小伙伴已经吃完了 小伙伴们 我刚结完脏 我们两个人呢 一共小费了86 改小伙伴呢 又点了一份鲜饭 整体来说呢 他们家的味道的确挺不错的 您的觉得他们家的味道如何呢 如果您的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 点赞 收藏 转发 爱你哟 棒棒的